如果美國起車工人 接著百天 已經六禮拜了 現在Follower跟他們六天 已經達成協議 公司是答應說 四年半的加薪水 加二十五% 這是優秀以來最多紀錄 另外在六三季 現在飯店的完工也回到百天 這幾天 五官也請人嚇一跳 他們是一樣要求要加薪水 要改善他們的福利 六三季最多飯店完工 申請兄弟的紅衣 正規時尾 六百聲 撞鼓聲 在幾次撞撞球 代表六三季合國軍地区 代表六十間飯店 一萬五千元工的工業 按七月開始 頂開百天 百天的工人有道具塞 帮不扁三個工 到整台接台湾 頂頂 他們的薪水沒辦法負擔 生活開銷 有很多人鼻鼻鼻鼻去平安的地区 要通訓幾點鐘來上班 今年飯店的相談 已經超級疫情進行 希望這才會讓他們合理公平的台湖 在這裡 非常貴重 我們在爭取財務 健康 健康 我們在爭取美國夢 我們在爭取的事 要努力 要努力 要花錢 要成為好民主 我們只想我們的合約 要是重新的工程 空氣跟人說 有一些飯店 用南民來出台百天的工 要給他們等時間看過 严谊已经占权与台与北厦丁区调查 当时在米西区获得起车 今晚百天六星期外的起车工人 这就罗主特性协议的好消息 I'm just...I'm ecstatic I can't believe it to be honest So I'm just really excited That it's going to work out for everybody So... 根据初步协议获得同意 在新日本的合约期间加薪25% 起车工会主席说 获得工人会随加薪11% 若是加薪生活费用的调生 总加薪有33% 5000工会应由佛务的完工回去做工会 非常希望这种重大的进展 能够成为通用和苏泰兰地区 两大车区的参考指标 整个八天行动能够顺利停止 恭喜新闻 赞批敏 边约